現在我們會來到RKHL的手腳練習 好,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吧 RKHL 右手右腳左腳左手 右手右腳左腳左手 那這個也是一樣我們會做一分鐘為之一組 好,來囉 RKHL 好,那這個練習啊 其實你可以想像就是說一個順時針的方向 那我們就從右手做一個出發點 右手之後我們右腳然後左腳然後左手 然後又回到右手 所以它是一個順時針的方向 那大家可以回去來試試看這個練習 那把這個練好之後 那相信一定會在你打爵士鼓打音樂的時候 會更有協調度會有時候提高 而且你的平衡感也會在打鼓上面有所進步 那大家來試試看吧 看起來